天全山的剧本 为什么你的会跟菲林的一样 你那天晚上一定让我打开电脑 你发给我的压缩包里 到底是什么名堂 你误会我 为什么每一次一有事 你就开始怀疑我 林子余 你要不要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 哥 你就没想过 你把你的手机给我 里面会有什么蛛丝马迹 可你为什么要骗范淑珊的剧本 你不用这些卑鄙的手段 你就赢不了是吗 你把手机给我 子余 你把手机给我 我不可能要证据的 你都看到什么了 出的邮箱还是什么 我当时还抱着侥幸 我觉得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你知道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诈我 你觉得我会为了菲林 欺骗你利用你吗 我不会 我当初是因为你才去菲林的 我现在也不会因为任何人来 欺骗你伤害你 但你看看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为了博曼 为了你自己你欺骗我 利用我 你不禁让每个人都觉得剧本 是我偷的 你一次又一次地 让我离开我爱的人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 但你现在错得太离谱了 哥 趁着现在还能回头 你把真相说出来 我们还能回到小时候 别杀了紫月 我这都是被樊淑辰逼的 开宫没有回头见我回不去了 紫月 我真希望你还是我原来那个傻妹妹 我说我被冤枉了 你就跑到菲林 替我找证据为我翻过 我说你要相信我 你又跑到菲林 继续做你的小职员 你为什么就不能继续 做我那个听话的好妹妹呢 哥 我还是想说的那个林紫月 是你变了 你没发现吗 你看看你现在有多自私 你连你最亲的人都能理由 你跟博曼一样 只有变成博曼 才可以得到博曼打败菲林 成为公关界的王者 我跟樊淑辰之间胜负一分啊 我很快就成功了 我并不想害你 但是菲林是无辜的 你这样总会害了别人 你不知道后果吗 他们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倒霉的时候 那帮人高高挂气就这么看着 又有谁来可怜过我 紫月 我真想把你关在家里 我让你和樊淑辰之间 有半点可能 我会好吃好喝地供着你 你要什么东西 我都带回来给你 可以吗 哥 你听听 你现在说的是什么话 你跟你妈有什么区别 你再说一遍 就算你把我关在这儿 我心里爱的 脑子里想的 还是樊淑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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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四个人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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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zao 空間 吐蓉 風間 吐蓉 沐蓉 孫子 0913是妈妈的生日 每年哥哥最重要的日子 以前呢 是姥姥给妈妈过 现在姥姥走了 哥哥要保护妈妈了 难道哥哥每年 给妈妈过生日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做好准备了 舒晨 那么严肃干嘛 舒晨你冷静一点啊 他受了点伤 身上有瘀青 那舒晨 你现在去不管干什么 都是把柄 我去哪儿 舒晨 你快去哪儿 你快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舒晨 你快去哪儿 舒晨 你怎么舒晨 你把门打开 舒晨 你冷静了一下 舒晨 来 舒晨 舒晨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一定一定 对 李总啊 不好意思 我先去一下洗手间 您稍等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你这是什么 她是你妹妹啊 好 好 还你什么事 她是我妹妹又不离你妹妹 她是我爱的人 追你吧 陆总梁 你怎么会弄我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好 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 都是为你逼的 谁逼你了 谁逼你在费林一权谋死 你说你行婚说婚是为了费林 可不明前进了你自己的口袋 你害费林一败再败 谁逼你的 你离开费林之后不知归台 跟臭命招出的国外坐在一起 谁逼你的 你明明可以做出那么多才华和义的案子 就是谁逼你走的提醒了 还不是你 都是樊淑晨惹的祸 都怪他了 不就打了个败仗而已 我输不起吗 这 陆总 樊淑晨虽然是初出茅庐 但是会有几分你当年的风采呀 有才华的人大多都是这样 性格难免不傲习 我现在身边正好缺少这样一个帮手 到处我可以把它培养成 您带我一起去吧 我保证不会给您丢脸的 走吧 想法 预见性 创意性 进攻性 完整性 你并莫想到这一场 谁逼你讲的算是起死路